在这次的问题中我谈到去年我的主要状态是学习 那在过去的这一年我和我的团队深刻去理解客户的需求 积极去寻找解决方案,助力客户的数字化转型 近日,华为2022年年度报告发布会上孟晚舟表示 2023年的主题词是信心 只要持续奋斗,永不言败,相信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所经过的每一寸光阴都不会浪费 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向死而胜 怎么能够不承认 自不足而奋进,望远三而立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我想今年的主题词应该是信心 只要我们持续奋斗,永不言败 我相信我们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寸光阴都不会浪费 我们不一定能够成功 但是我们向死而生 怎么能够不承认 就是不要命了 就是人就是 人与理智信这个人字的解释 好像挺复杂吧 简单的我要理解可能就是像善的意思 成为善 善者成为什么者 有人曾经认为让人长寿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他虽然不一定是善 但是让人早点死 可能一定是恶 杀身成人 杀谁的身 成谁人 比如说一个人杀自己 说这个为了奉献别人 也许这样的人是个邪恶的 也许是个高尚的 因为他破坏生命了 生命价值是最高吗 但是我觉得就是杀别人成为自己是个人 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而且还得让这个一个人鼓动一个人去把自己杀了 成为他的人 哎呀 这都挺可怕的 要警惕吧 我觉得有影响力的人 这个 慎谈杀身成人 慎重谈这个事 如果你自己杀身成人 你就去做就好了 没必要宣传 因为年轻人很容易被鼓动出热血 是吧 成为亡命之徒 所谓的胆大妄为 不怕死的家伙们 脑子都浸了水了 都攥金了 成为别的人的工具 所以说向死而生 怎能不成人 这个逻辑上一点都讲不通的 鼓励人死怎么还成为善呢